我在最近的將來 就會做我人生最重要的決定 參選建在前上 但又一直在拉弓狀態 郭台銘在等什麼 想獨立參選似乎反應不佳 根據最新民調 有45.9%的國人 不樂見他獨立參選 其中国民黨支持者高達6乘5 民眾黨支持者則有5成7 郭的選項只剩郭柯和 或是回國民黨 即日起 郭台銘先生退出中國國民黨 郭台銘2019年9月15號 正式退出國民黨 按照規定4年才能恢復黨籍 也就是今年9月15號 他是否還在等待這一刻 而侯友宜在各家民調中 稍有回聲趨勢 但依舊落後 賴清德意大捷 先前就傳出主席朱立倫 跟韓國瑜討論過備案 期限就壓在9月 因為侯友宜將在9月中下 許願展開防美型 加分或扣分 極有可能成為 侯友宜上下關鍵 跟郭董的可能重返 引發無限聯想 美方如果對於整個侯友宜 在論述的過程 或者是他所表達的東西 或有所疑慮的時候 我認為這些可能對於國內來講 還是會產生一些影響 國民黨的這些所謂的支持者 或者是對侯友宜選期 感到擔憂的人來說 最底線的一個時間 能夠讓整個國民黨的選舉 最後能夠確實的定案 那這樣當然對侯友宜來講 這個所謂的9月 就會有他一個時間點的考量 前一天 侯友宜才推出logo跟主視角 訴求政黨輪替 台灣再出發 相當樸素平時 9月那條線 被傳得沸沸揚揚 郭台銘的劍 不管發不發 侯友宜都盲刺在背 現在黃新城深海就推到